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次我拿到就是一些什么手工的饼干或是马卡龙或是杏瓦片 然后还有人寄蛋糕来给我吃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已经吃够多了这样子我会胖死 不要再胖死了 遇到粉丝的时候他们都会拿给我奶茶糖果之类的 然后以为之前我有气管不舒服 然后那天下楼就是收到都是蜂蜜水啊抹糖 就马上就大家会因为我身体状况马上就送不痒 私讯过我说你喜欢三脚裤还是四脚裤 但是我记得我有回他欸 你回到什么了 我回四脚裤啊 然后他好像就有想要买什么内裤给我 但我觉得后来我就没回 我还记得粉丝有截图我们上一集的 然后就有点害羞啦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床上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是热玩 有人截图我们的牵丝 牵丝的画面 不要 哇 他们看得很细欸 我就觉得好害羞喔 对对对 欸有喔 有喔 就是我们会隔 就是说 这样子也好啊 我们在讨论 我们在讨论那个舌头要怎么动 才感觉有那种挑逗的感觉 那时候就是摄影师导演跟我们两个 就是他们就挤在我的舌头前面 然后看完这样子的时候 对一直弄 然后我嘴巴一直 一直被他 就他嘴唇的范围我就走过 对